三立都会台在中国的故事 这次来到了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横店影师城 还碰上了虚久不见 在内地拍摄戏剧的明道汉陈晓恩 顶着39度的高温拍摄 晓恩也分享了她的避暑蜜椒 这是我们有一个喝了在下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他这个其实有时候人家喝了会醉 因为呢他里面有那个中药 然后其实酒精浓度很高 喝了在下 你也不要喝那么尽兴好不好 这是在干嘛 明明拍摄当天热到吓死人 但是明道竟然顶着头盔 还穿着全身包紧紧的古装 让他大叹拍戏比主持外景节目还要辛苦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拍 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是真实呈现当下的状况 很热 就是很热嘛 很冷的就是很冷 但拍戏我觉得最让人感觉到困难的地方是 你要呈现的不是真实的状况 比如说天气明明很热 三十几天都快要昏倒了 可是我要摆那个姿势这样 就是 但其实我已经 你知道吗 想要知道明道和乔恩在内地拍戏 到底还有哪些精彩的事情 就一定要锁定八月八号晚上十点的 在中国的故事 我们也有好when 玉尔天 今天是窗云的 我们先关心 这边是